大家好,欢迎来到北风网学习 我是北风网高级讲师哈里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WCF高级境界 那WCF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随着我们目前网络应用的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频繁 是吧,internet几乎是无处不在 那么各种平台的整合 以及各种应用的交互也是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提倡软件的复用,可复用性等等 所以微软它推出WCF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及时的 而且我们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一种技术呢 来支持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 别层环境或者别层的这个或者应用的这个潮流 那么具体内容我们后面再来看啊 今天我们来看第一张内容 WCF的概述 那么学这个系列课程 我们说明来看一下系列课程的这个特点 我们讲的时候呢 那WCF呢,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基础都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从WCF的基础开始讲解 然后呢,我们会贯穿一些丰富的实例 当然这个实例都是循序接近的 有且入深,深入且出的 所以就算你前面WCF从来没有接触过 我相信你也应该能够听得懂 当然我们后面北风网还会有 还会有后面有答疑啊 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内容 比如你可以去北风网上提问 我们这边的讲师呢 都会给您 都会帮您解答的 这点您放心好了 所以我们北风网呢 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网站 所以你不管不仅你是WCF这个知识 你可以其他知识 其他问题 你也可以呢 在我们北风网上呢 进行提问 那我们这边都有专门的讲师 对您经历负责 那么收听本次课程 需要具备的条件 首先呢 我们应该是熟悉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这个环境 那么这个环境应该 推出来也已经很久了啊 那么相信大家的机器上 都应该已经装过了 有些同学可能装的是 2010 那么也没关系 差不多啊 那么装2008的时候呢 那么大家别忘了 把补丁给打上啊 补丁 SPE了 这个补丁给大家打上 当然还得熟悉CXF语言 我们WCF这个系列课程呢 主要使用的语言是 CXF语言 那么 当然 学CXF语言的时候 我们还是得把面向对象 这个概念 把它掌握起来 比如分装啊 继承啊 多态啊 抽象类啊 接口啊 那这些概念呢 是必须的 如果这些概念 还不是很熟悉 那么我觉得 可能听起来 会有一点累 那当然我们的课程 这个进度也是 也 这个坡度啊 是比较缓的 所以 如果你对这块布 是很熟悉 那么 客下的时候 可以呢 先把它突击一下 把面向对象的 分装其成 多态 这些概念 接口啊 这些理论 把它熟悉起来 熟悉起来 那第一章呢 我们讲的是 WCF的概述 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 面向服务的 这个概念 SOA这个概念 面向服务 有的人说 那我不知道 面向服务 只知道面向对象 那么这个面向对象 跟面向服务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或者联系呢 啊 这个我们也在这里面 会有讲解 那当然重点 还是什么是 WCF这个概念 搞清楚 什么是WCF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 你学这个WCF去 居然不知道 它是干嘛的 是吧 我以前教过很多学生 他们可能动手能力很强 憋代码都是 速度都很快的 敲接盘来 噼里啪啦的 非常响 啊 但是呢 他们理论 这个知识呢 却非常的缺乏 或者说 他们表述这个概念 非常非常缺乏 啊 问他一个概念 啊 问他什么 叫多态 啊 那意思就愣在那里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啊 他不知道 这个多态 的这个 他实际上 应该是知道多态 比如让他继承一下 啊 调用一下派生类的方法 那他会的 但是他就不知道 该怎么来表述 那么说明他对理论呢 掌握的还是非常切缺的 所以 在这里呢 这一支个章节里面的 我们可能 呃 主要讲解 WCF的这个理论 为什么需要WCF 那 呃 那当然还要掌握 WCF的特性 然后我们的简单来看一下 WCF的这个程序 呃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种结构 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直光的 一个了解 呃 那么 那么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内容 面向服务 啊 理解面向服务 那面向服务呢 我们的缩小的就是SOA了 SOA 呃 那么是指 这个书面上的意义是这样的啊 是指 为了解决 以能来的环境下 业务集成的需要 业务集成的需要 这个概念 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说 现在的平台呢 是很多样的 是吧 应用软件呢 也是多样的 那么在这么多不同的平台 和不同的应用的 这个情况下 他们之间如何来进行交互 如何来进行数据的这个传输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就希望呢 有一种呃 面向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呢 来 连接 完成独特任务的独立功能 铁线的一种软件的架构 也就说 SOA应该是一种架构 啊 应该是一种架构 那一个服务 可以是对使用用户有功能输出的模块 那么 使用框架作为基础开发 有针对用户的需要分析和实现 比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日制服务 是吧 强切管理服务 后台服务 呃 配置服务 缓存服务 等等 那么 这些服务呢 可以呢 灵魂呢 把它组合在一起 当然 这些服务也可以呢 独立的运行 是吧 那这种这种呢 就是一种SOA 就是一种面向服务的 那 关键的一点呢 就在于它是可以灵活的组合在一起的 也可以呢 是独立运行的 那 需要的时候把它加进来 不需要的时候 我把它排在外面 排除在外面 对吧 或者说我们更加直接的来讲 比如 长期的服务 有 比如留言板 我把留言板做成一个服务 那么 我在这个网站里面需要的时候 我就把它什么 加进来 就把它加进来 是吧 比如友情列阶 我要把它做成一个服务 那么需要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这友情列阶呢 把它给加进来了 比如 问答啊 评论啊 比如评级啊 等等 那么都是呢 可以做成服务的形式 都可以做成服务的形式 那么这些服务呢 可能使用起来呢 可能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文件 来进行控制使用 它们直接可以独立运行 当然也要能够组合在一起呢 你能够整体进行运行 整体进行运行 所以它们直接 这些服务可能会 它们服务跟服务之间的 会定义好 定义良好的这些接口 和契约 来完成 来联系起来 那么这个呢 接口啊 契约这些呢 是为了服务之间的调用 而定义的 所以ASL呢 就应该指出 指出单价系统的 应该足够灵活 足够灵活 那么 这个足够灵活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从而允许 在不打乱当前 成功运行的体系结构 和基础结构的前提下 改动已有的体系结构 改动已有的体系结构 那这个概念上 就是所谓的什么 可扩展性 是吧 可扩展性 那么在面向对象里面 有个原则叫什么 开放封闭原则 开放封闭原则 什么叫开放封闭原则呢 就是说 对系统呢 它应该是什么 可以扩张的 但是呢 它又是不能修改的 可扩展 不能修改 那就是 open的 但同时呢 又是什么 closed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 在SOA里面呢 它有个专门的一个原则 它说 是B债清晰 所谓B债清晰 那么 就应该是 服务跟服务之间 它们的偶合度 应该是什么 很少的 也就是说 是一个松赏的偶合 服务自治 那 接龙性 基于这种策略 还有共享模式 和契约 那么这些呢 我们说都是SOA的一个原则 那么 简单来讲呢 它就应该是一种 独立可运行的 一种模块 软件的模块 那么它呢 可以呢 是可以 组合在一起运行 也能够独立在一起 也能够独立 当独运行 这个就是SOA的一种 软件架构 那么 SOA面向服务 这个概念 可能 有些同学 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 那面向对象 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是吧 也就是说 OO 面向对象 那么在这里呢 是啊 面向对象 它主要强调的 呃 是直接从 带解决的问题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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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现实世界呢 是由具有本质特征的 事物组成的 可以根据这些本质特征 将抽象为系统的 基本单位 也就所谓的什么 对象 从现实世界抽象出 对象 我们看到这些 呃 现实世界的这个东西以后 比如我看到这个人以后 那我马上出 抽象出一个对象 人这个类 那人这个类里面 有哪些 哪些属性跟方法呢 我说人这个类里面有 有这个 呃 身高体重年龄 啊 性别 是吧 那这些呢 都是 人这个类的一些属性 那方法呢 可能是有他的一个吃饭啊 睡觉啊 走路啊 或者说运动啊 等等之类的方法呢 那这些都 这些呢 都是所谓的这个 人这个类的这个方法 对吧 所以通过对象可以呢 呃 对象界的分工和合作呢 来完成 切实世界的运行 所以在面向对象里面 有句话 就是说程序是通过对象 来构成的 以及对象跟对象之间的 相互作用 来完成它的功能 对吧 那么我们说 它应该是 偶合的 仅偶合的 那那么利用分装 继承多态这些机制 啊 来组介我们的程序当员 那那这种就是我们 以前所理解的 面向对象 那么SOA呢 是传统的 面向对象模型的一种 代替模型 那这样说法呢 我觉得 这个是书上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那 那么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可以这样子说 SOA 是一种 松散的偶合 对吧 一种松散偶合的 软件 体系结构 所以我认为 SOA面向服务 它应该不是一种技术 它应该是一个概念 一种软件体系结构的一种概念 它指的是一种软件体系结构 面向服务的一种体系结构 那么它由 它应该是由各自独立的 或者说可复用的 可复用就可重复使用的 这样的一些服务呢 来构成我们的系统的功能 那么面向对象呢 它是由对象 以及对象之间的交互 来构成系统的功能 是吧 SOA面向服务呢 它应该是由独立的 可复用的一些服务 那所谓服务 实际上也就是一些 软件模块了 对吧 说白了 也就是一些软件模块 那么由这些各自独立的 可复用的这些服务模块呢 去构建我们系统的功能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 两种方式 不同的两种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起来 就是说面向服务 它是一种什么 松偶合 松偶合 而面向对象呢 它就应该 它是属于一种 紧偶合 紧偶合 所以OO面向对象 是一种编程模型 而主要优点呢 是在于我们说 有属性 有方法 是吧 也就是说数据跟功能 把它分装在一起了 那么我们程序里面的是需要管理这个数据的 也需要去运用这个功能的 那么现在它把数据跟功能分装在一个对象里面 那么就简化了我们数据功能的一个管理 是吧 是降低了我们对数据的分装和功能的分装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 面向对象 它应该是应用于 这个编程的 Program 所以 我认为 OO 它应该是 应用于 Program 而SOA 是什么 应该是应用于 Ecotecature 那Ecotecature呢 应该是一种架构啊 也就是说 OO 是应用于编程的 而 SOA 面向服务 应该是应用于架构的 所以它们是两套不同的东西 当时呢 它们之间的 它们之间的这个 有没有冲突啊 是没有冲突的 它们之间的应该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 那么你可以把架构 一个呢 是编程的 那架构应该是比较 我们说应该是从一个设计上的一个理念吧 编程应该是从细节上的一个理念 那么 它们之间的应该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 结合的非常紧密 它们相互相成吧 这也是我们目前编程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 大家可以显现一下 目前 我们说internet这么发达 任何地方都有我们的 任何地方都是要用到internet 那么 并且呢 目前的平台是这么多样化 应用软件也是非常的丰富 那平台跟平台之间的交互 软件跟软件之间的通信 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一种架构 来把这些东西把它整合起来 那么 我们说提出面向服务 SOA这个概念 那应该是必然的 下面可以看一下面向服务和面向对象的这个图 那这个图刚才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就这样的意思 那这是面向对象的一种系统模型 那应用一应用对象一应用对象二 它们之间呢 能够进行相互的作用 那么这个系统呢 就是由对象来构成的 然后呢 SOA的提起结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写兰这个系统呢 就是由服务来构成的 是吧 那服务请求者 服务定用者 以及呢 服务代理 那有一系列的服务 以及服务直接的相互调用 来完成的 所以刚才讲了 SOA是一种构建模式 而OO是一种别层模式 那么这两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掌握起来啊 那么SOA的一些优点 那这个优点呢 也是刚才讲了这么多了啊 他们之间 SOA的这个 它是服务呢 是一种SOA服务呢 它是独立于平台 和工作环境的 服务 它并不关心 自己所处的环境 也不关心 与之通信的服务 所处的环境 这样这个概念 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什么 跨平台了吧 跨平台 我这个服务 用什么语言来憋写 用CCHAP来憋呢 还是用JAP来憋呢 跟你有 跟其他程序呢 是不搭告的 也就是说是不相刚的 那么对方 所属于什么平台 那么对于提供服务的 这个SOA呢 也是没有关系的 也是没有关系 并且呢 服务呢 是相互隔离的 相互隔离的 对协议啊 格式啊 传输呢 是一种中立的 那也就是说 协议它可能是一种 大家同用的协议 啊 TCP HTTP 都可以 啊 格式可能是XML啊 XHTML啊 等等之类的 啊 那么服务是可扩张的 服务行为呢 是不受卸制的 啊 那么这些呢 都是SOA的一个优点 所以它应该是一种 松散五合的 软件体系结构 这个就是我们SOA的 一个概念 好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面向服务的 这些概念 那么面向服务 跟我们的WCF 到底有什么样的 一个关系呢 其实 我们前面已经说的 很详细了 面向服务 它是一个什么 概念而已 是一个概念 那它不是具体的 某种技术 而WCF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 是一种基于 面向服务的一种技术 啊 所以我们从它 WCF的这个全称 这个英文 英文上可以看得出来 文斗是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指的是什么 文斗是通信基础 啊 是用于构建 面向服务的 应用程序的框架 那么 构建面向服务的 应用程序的框架 那在之前实际上 也已经出现过 我们说 比如WCF 比较简单的 WCF 在很早之前 我们就已经有了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但WCF呢 我们说有缺陷 啊 有很多 有很多的缺陷 所以 技术呢 是不断的更新的 所以为了它在 前些日子 我们说它提出了新的这种 基于面向服务的这种新的这种技术 我们就所谓的WCF 这种这种技术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开发平台 开发框架 反正怎么说 就是一种目前最好的一种 构建 面向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 那么根据这个MS点击上的一种定义呢 它说WCF是为 Donet Free Worker提供的一个基础 使其能够编写代码 以在组件 应用程序 系统之间进行通信 你看 组件啊 应用程序啊 系统啊 这个系统可能是外面的系统啊 进行通信 那WCF的这个设计呢 遵循的是面向服务的这个原则 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 面向服务 SOA这是一个前提 那么这也是我们说网络发展了这个 比如WOB2.0 3.0 这个阶段的一个产物 是吧 面向服务这样的一个产物 所以服务是指可以通过消息 与之进行交互的一段代码 或者说是一段程序 那服务呢 是被动的 也就是说 等待消息的传入以后 它才开始工作 那也就是说 等待这个调用这个消息 是吧 养成调用 那它才会开始工作 那么也就所谓的是个松长的了 它不主动 你要调用了 那它把它加进来 你不调用了 那它OK 它是独立的 那么客户端是一个发起者 客户端将消息发送给服务 来请求工作 来请求工作 所以它这里面也有基于那种 什么SOP请求 请求显应这样的一种机制存在 那么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 来充分来说明WCF的这个概念 假设 假定我们要为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开发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开发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用于这个租车预约服务 用于租车预约服务 那么该租车预约服务呢 会被多个应用程序访问 比如有呼叫中心 有基于G2E的这个其他的 其他平台的G2E这个平台的 租车预约服务 以及合作伙伴的应用程序 等等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形 比如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呼叫中心 那呼叫中心可能就是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公司里面的那种前台 前台比如有两个小姑娘 在那里 在那里专门对呼叫的 专门管理那个呼叫中心 有电话上来了 或者说有这个用户访问进来了 那么他来用 有个专门的这个客户装程序 来对他们进行管理 所以他这里面呢 有一个租车预约服务 那还有呢 一个呢是原租车预约服务 那这样子 那么原租车服务呢 可能是呃 这个汽车租赁公司呢 可能是接并了另一家这个租赁公司 是吧 那原来的那个 汽车预约服务的应用程序呢 是截图翼的呢 就是这样子的 截图翼的 啊 是截图翼的 那运行在非文斗士的这个操作系统下 那么这个 本来这个呢 预约租赁公司呢 那么可能是一个新的 也就是说呼叫中心和已有的 汽车 预约应用程序呢 都运行在这个 大家可以看下 运行在哪里啊 局域网吧 是吧 运行在局域网里面 啊 有呼叫中心 有汽车预约服务 还有一个旧的 原来的一个汽车预约服务 那么他们呢 都运行在这个局域网下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个合作伙伴 是吧 下面这里呢 有个合作伙伴 那合作伙伴 他可能会运行在 什么 各种平台下面 这个我们没法去制约他们的 我说你一定要给我用 导乃特平台 不能用截图翼 那可能吧 不可能的 那么这些合作伙伴 可能包括比如 是吧 旅行师啊 航空公司啊 啊 这些 那么他们这些合作伙伴呢 他也可能是需要通过 那么这个可能要通过 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 处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 那么肯定通过什么 internet 互联网 来访问这个注册预约服务 明天这个旅行社 要去哪里去旅游了 那我直接是不是要租一辆车啊 租一辆大巴 对不对 所以他肯定要通过一个 internet 互联网来使用 或者来访问这个 租车预约服务 从而来实现对汽车的这个租用 那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很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什么 分布式的应用系统了 分布式的应用系统 所谓分布式这个概念 我们如果不理解的话 我们后面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他手机在地域上是分布的 物理上是分布的 那如果没有 假如我们没有WCF这种技术 按照原先的这些技术 比如利用donet shell的这个技术 我们应该如何来开发呢 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呼叫中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呼叫中心 他应该是和我们开发的这个汽车预约服务一样 都是基于什么平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基于这个 donet framework 也就是说都是基于这个donet这个平台的吧 也就是都是基于这个donet 应用平台的程序 那么呼叫中心呢 他这个对系统的这个性能要求呢 应该是比较高的 系统应用这个要求应该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他的响应要求啊 是吧 处理数据的这种能力啊 可能要求比较高 比如网页他可能打开就比较慢了 他应该是一个 Windows的一个program 也就是一个Windows应用程序 不可能是一个BS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那么donet framework 这个我们 donet framework下面呢 我们说有提供了一种分布式技术 叫做什么呢 叫做donet remoting这样的一种技术 remoting技术 donet remoting技术 那么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 一种实现技术 也就是说 呼叫中心与 租车预约服务之间 他们之间的通信 应该建立在 应该建立在什么 donet remoting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技术上 因为remoting技术 他们都是 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基于donet这个平台的吧 所以remoting技术应该是一种最佳的一种选择 那并且它的这种性能呢 也是能够得到保障 基于这个tcp的 基于这个bandlet二进制这个数据格式的 对吧 所以能够持一些高性能的 这个donet之间的一种通信 OK 我们再来看 注册预约服务与原来的 这个注册预约服务 这两套系统之间呢 应该怎么来通信呢 应该怎么来通信 这很显然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平台的 一个是donet framework 一个是j2e 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说也有办法的 那么只有基于什么 只有基于sop的 这种web service的 web service 基于sop的web service的 这样的这种技术呢 可以实现这种目的 web service sop这种技术 也就是说 我们要保证 能够什么 跨平台吧 donet跟j2e 这两个平台 能够能够进行互通信 也就是保证 跨平台通信 那么保证跨平台通信 我们只能用sop 这个协议 那么 比较好的技术呢 就web service 而合作伙伴 是通过这个 internet来进行访问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这个汽车聚约服务 和合作伙伴 直接的 这样的一个访问 这样的一个通信 那么大家看 它是基于internet 互联网 那我们说 也应该是使用 什么技术比较好啊 应该使用什么技术比较好 应该使用 还是应该使用 web service吧 是吧 也就所谓的 asmx asp.net web service asmx 那么应该是一种 比较合理的一种选择 那么它保证了 跨网络的通信 你看 跨网络的一种通信 既保证了 跨网络的通信 那么由于涉及到 网络之间的这种通信 大家看 因为跨互流网的 数据包要传递的 所以我们应该还考虑到什么 安全性 还应该考虑安全性 安全性还是很重要的啊 那安全性 那么SEO的这个web service 这个技术里面呢 它对安全性呢 还是比较弱的 很弱 那么我们要利用另外一种技术 就是什么技术啊 就是什么技术啊 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啊 技术啊 SOA的啊 SOA的 SOA的 SOA的web service 啊 那么它是可以直接跨平台 然后跨网络啊 跨平台跨网络 那么是仅实际跨平台 跨网络还是不够 因为我们讲了 它还需要保证一个安全性 还需要能够保证一种安全性 所以为了保证安全性 我们说它这里呢 还要使用那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叫 WSE WSE WSE实际上是 是什么呢 是web service 是web service的一个 安全 一个一个坚强版了 实际上是一个啊 这样的一种技术 那么这个web service 我们也可以称为是 ASP.NET的web service 也解称是吗 解称ASMX 是吧 所以一种 WSE呢 就是一种增强版的web service 为 也就是说 为这个web service呢 提供安全的这种保证 提供安全保证 所以这里面 我们说 进行互联网的这种通信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 在web service的基础上 还需要添加一个WSE 还需要加一个WSE 来保证它的安全性 那么一个好的一个系统 除了要保证 访问和管理的安全 还有呢 要保证什么 高性能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保证 系统的这个可靠性 可信外性 那么我们如何来保证呢 什么叫可信外性 什么叫这个高性能呢 是吧 所以事务处理呢 我觉得还是 作为一个企业的应用程序来说 那么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事务处理 比如 我要租车 那在租车过程当中 在处理过程当中 那结果系统发生故障 那汽车 我没租 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我租车没有成功 但是 汽车这个数量呢 却减少了 对吧 那导致这个车呢 没有租出去 但是车呢又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说 事务处理呢 它应该是必须的 所以对于这个汽车 预约服务来说 这个事务处理 也就是可信赖性 高性能 我们都需要考虑 那么在导致当中 大家想象一下啊 在导致当中 我们如何来支持 这样的一种事务处理啊 如何来支持事务处理 用什么样的技术 来支持我们的事务处理呢 你应该说这个事务处理 应该是一种什么事务处理 应该是分布式的事务处理 而不是解当的事务处理 不是说像数据库里面的 那个什么 这个 提交一下啊 开始这个事务处理 然后low back 回滚事务 不是这样子 它应该是一种分布式的事务处理 那分布式的事务处理呢 目前它比较好的技术 应该是属于一种什么的 是硬确的一个service 应该是属于一种 属于一种看家的一种技术 抗的一种技术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汽车 租车预约服务 它需要涉及到这些技术 涉及到 事务处涉及到前面还讲了一个什么 Donet Donet Remoting 前面涉及到Donet Remoting 然后呢 还涉及到 还涉及到Soft 是吧 Soft呢 是一种可以跨网络的 基于HTTP通信的这样的一种协议 那还涉及到Web Service 还涉及到 还涉及到这个WSE 以及涉及到这个分布式的事务处理 分布式的这种事务处理 所以写栏这个东西是非常繁琐的吧 非常繁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我们还要考虑 比如还要考虑一步调用啊 一步调用的话 那实际上是Web Service也是可以的 那比如脱进连接 断点连接 断点连接 比如我系统没在线 网络不好 那后面再上线了 那这时候我合作伙伴 他发送来的消息哪里去了呢 发送来的请求哪里去了呢 是吧 那自动的就所谓的断点连接 那他原先的请求呢 还能够继续能够进行调用 那还能够继续有用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用什么 消息队列 消息队列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技术呢 消息队列是MSMQ MSMQ这样的一种技术 消息队列 那么消息队列 支持应用程序之间的 这种消息传递 并且能够实际断点连接 主要是实际能够实际 断点连接这种功能啊 所以如此看来 我们要借好一个 汽车租赁领预约服务系统 需要用到的技术有 Donator Remoting技术 也就Donator分布式技术 包括Web Service 包括Kon加 包括WSE 包括MSMQ 消息队列 等等 需要这么多技术 那么对于一个开发者来说 我们要掌握这么多五种 五六种技术 可能吗 有些人说那也可能的 也可以的 但是 对于我们程序本身来说 那是不是难度 是不是就加大了 跌了这个程序 就变得非常难以开发了 可能最终 可能还能开发出来 但是说开发 所带来的开发成本 以及维护的难度 都大大的提升 都大大的提升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考虑用WSAFE了 WSAFE 那WSAFE呢 就是 就做一种全新的 这种分布式开发的技术 北微浪的强势推出来了 那么他应该是已经整合了 上述的 这些分布式技术 成为我们说比较理想的 一种开发 一种分布式的 面向服务的一种分布式开发的 一种解决方法 解决了一种技术 或者一种解决方案 那么这种就是一个 所谓的WSAFE 那么从这个概念上来讲 我们说WSAFE 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已经包合了前面 整合了前面一些分布式技术 以往的一些分布式技术 所有的一些功能 那么关于这些功能 我们以后慢慢来讲 这里面大家比较 要有一个比较直光的 红光的一个概念 那么就可以了 所以从功能上来看 我们说WSAFE 完全可以看作是 Weber Service Remoting 以及WSE MSMQ等 技术的一个什么并级 可以看作是它的一个并级 当然这也是仅仅是 从功能角度来上来看 那事实上呢 是事实上WSAFE 远远非 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简单的一个并级 这么一个简单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并级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真正的面向服务的一个产品 真正面向服务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说符合我们 目前这个开发环境的 符合我们目前WOB2.0 或者乃至WOB3.0 这个开发环境 下面的一个产品 它应该已经改变了 我们通常的一种开发模式 也就是说WSAFE的推出 改变了我们这种开发模式 或者说带来了一种 全新的一种开发模式 从上面这个汽车预约服务系统 可以看出我们这个WSAFE的话 利用WSAFE的话 可以解决 包括安全性 信赖性 互操作性 或者跨平台 等等 这些需求 那么都可以通过一种技术 可以把它搞定 OK 那么 刚才已经讲了很多 是吧 那么WSAFE 使用WSAFE 那么解决这个方案 就容易得多了 那WSAFE呢 可以使用Web服务进行通信 因此呢 同样支持Shop的 其他平台 比如G2E啊 G2E的主流应用程序服务器啊 等等 直接的通信呢 就变得简单起来 同学可能对这个Shop这个概念 不是很理解啊 什么叫Shop Shop我们说是 指的是一种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的格式 它实际上是一种 它实际上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还是一种XML的一种格式啊 又不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Shop 打开这个 VS Studio 我们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网站 那我们新建一个服务好了 新建一个Web服务 好 新建一个服务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呢 那就是我们服务的内容 这边 那服务不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WebService 这个就是啊 就是WebService 那么我们前面 这些可以 直接Tribute 可以不用去管它 这个命名 命名空间 以及板定的一些标准啊 之类的 那么来看它这个class里面的 Service这个class里面的 那那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构作方法 是吧 跟内容相同的 没有返回值的 我们说是一个构作方法 下面还有一个呢 是WebMess的 那么 每一个Web服务的方法呢 它都会标上啊 它加上这样的一个标记 也称为Attribute啊 这个标记 那么加上这样的一个标记 我们就意味着 该方法是一个能够被 就是一个Web的方法 Web服务的方法 那么写让它这里呢 返回一个什么 Hello World 如果我们这里要加个方法 可不可以了 可以的吧 写上一个什么呢 WebMess的 OK 然后呢 Public 比如我们也可以呢 让它返回一个支付创 比如getName getName 那假如我们这里面 传进去一个Name 比如说 Return Hello 这样子 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服务里面呢 就具有了两个方法 是吧 那我们 重点来看看呢 是它是什么是 什么是SOP S-O-A-P 写单对象访问协议 那么 假如我们这样一个服务 已经写好了 写好以后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名称就是 就是 service.asmx OK 右借选择 在浏览器中查看 其他都不用去配置它 不用去配置 那查看以后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呢 是支持下列操作 有关正式定义 请看服务说明 服务说明 我们暂时不去看了啊 那这个就所谓的一个 WSDL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直接来看 它这里的两个方法 比如Hello World 这个方法 点开来 点开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 有一个什么 调用 那调用我们 没什么好调用的 调用一下 点一下的时候 它这里返回一个 基于 XML格式的一个字符创 Hello World 对吧 这个意料当中的东西 那么关键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东西 SOP 这个就是所谓的SOP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那么从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SOP 这个1.1 这个版本里面 或者1.2 1.1.2上 这个版本 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1.2都可以 那么主要呢 是 大家看Poster Hoster 那Poster就说是 我们 所访问的 这个服务的一个地址 Hoster 服务器 然后这里呢 Content Type 内容类型 以及它的一个什么 长度 长度 那么蓝色的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站位服务 也就是说它这个长度是多少 在什么时候决定啊 运行的时候来带进来的吧 所以这时候在在这个没定用的情况下 这个长度的时候我们说不知道 OK 那么再来看这个SOP的内容了 那么这个SOP呢 是 前面这个SOP应该是一个请求的SOP 请求的SOP 后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响应的SOP 也就是说请求 它有个专门的一个格式 所以SOP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一种数据分装格式 数据分装格式 大家看 有BODY 那前面部分我们可以称为是HEAD 那么这个呢 是BODY 主体部分 是吧 所以有头部 有主体部分 那么是一种消息的一种分装格式 那么在响应的时候 大家看 响应的时候也有个头部 那么这里呢 是一种响应的200 OK 什么意思啊 请求是OK的 响应是OK的 是吧 然后呢 也是有Content的Type 以及有Content的Lens 还有呢 这里的一个BODY 主体部分 那主体部分 主要返回来的 就是一个字符创吧 返回来这样的一个字符创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GateNain GateNain可能更加好看一些啊 那GateNain里面 大家看 GateNain里面呢 请求的时候 请求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传一个仓数过来啊 那 这就是一个格式 那响应的时候 它也要返回一个字符创 这个就是响应的一个内容 那这种就是一个SOP 就是一种SOP 所以SOP 它实际上是一种 基于XML的一种数据格式 一种分装格式 像那时候 我们要积分信一样 那积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 要有信封跟信纸啊 信的内容啊 是吧 把信想化以后 这个信纸呢 我们就装到这个信封里面去 那么SOP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 理解成了一个信封 可以把它理解成了一个信封 那么寄信必须遵循这样的一种信封 这样的一种格式 把它传过去 如果不把它放到这个信封里面 这个信是送不到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协议 一种基于HTTP的 是吧 HTTP的一种协议 通用的数据传输的信 那么实际上它里面的数据格式 还是一种什么 XML的格式 OK 那么我们请求的时候 把数据分装在一个格式里面 显应的时候 也把数据呢 分装在这个格式里面 那么这个格式就是所谓的SOP 这个协议 好 稍微了解一下啊 那么 还可以呢 对WCF进行配置跟扩张 以便与使用非基于SOP的消息的 web服务呢 进行通信 那么也就是说 它所采用的这个协议 有很多种 有基于HTTP的 有基于TCP的 等等 那么性能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开发WCF的目标 就使之成为Microsoft 所开发的速度最快的 分布式应用程序的平台之一 那么速度 可能是我们分布式程序的一个瓶颈了 因为它是有物理上的这种卸置 有传输的这种损耗 是吧 有带框的这种卸置 所以速度应该是性能 应该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 一个基础指标 那么WCF呢 它的性能呢 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据说 从这个比较来看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就是我们WCF的内容 关于讲了这么多 我们WCF应该 差不多应该有点了解了吧 那总结起来 就是WCF是提供 提供统一的 可用于安全 积累安全 可靠的 面向服务的应用的高效平台 高效开发平台 那么它具有 如下的一些优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优势呢 就是具有统一性 统一性 那么这个统一性 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么WCF是对 这个WebService啊 Remoting啊 以及WSE啊 这些技术呢 一个整合 对吧 那么WCF呢 它又是完全都是由 这个托广代码来憋下的 也就是说 它本身就是属于 导弹的这个平台了 属于托广的 因此开发出来的 这个WCF的应用程序 与开发其他的 这个导弹的应用程序 有没有区别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都是基于欧的 都可以对用一些 分布的这些导弹的 这个类库 我们能让可以用 面向对象的 这个编程的这种方法 来进行开发就可以了 所以利用WCF可以来创建 面向服务的应用程序 当然 开发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非常熟悉 这个面向对象的一些概念 那比如接口 计程 那这些概念 抽象 这些概念 我们还是要非常熟悉的 所以统一性 那么 互操作性 它是指的是 由于WCF最基本的 这个通经机制是SOP 那就刚才讲的 SOP这个协议 这就保证了 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在 你用不用这个档类的 这个平台 是吧 那都是可以进行通信 简单来讲 就是实现了什么 跨平台的这种通信 目前我们说跨平台 最好的这个技术 还是基于这个SOP的这种技术 基于SOP的技术 所以我们说 只要支持标准的 这个SOP协议的 支持WebService的 那比如截图E这种 比如截图E里面的一些服务器 比如WebLogic 那么它都是支持WebService的 那么 这个应用程序 也可以运行在 Windows的操作系统下 也可以运行在 其他的操作系统下 比如Unix Ninx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种的 就是能够保证 互操作性 还有呢 是安全可信赖性 安全可信赖性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我们要保证安全性的话 那么如果按照以前的技术 要用WSE 那么现在呢 这个WSAFE里面 已经集成了这个安全性 已经集成了这种安全性 那么它这个 我们已经不用去操心了 还有一种的是接龙性 接龙性呢 就是WSAFE呢 就是考虑到跟 以前的一些旧的 这个系统的一种接龙性 是吧 那么就安装了 这个WSAFE呢 不会对原来的这个技术呢 比如 WebService的技术 以及对Motin的技术呢 产生这个影响 特别是这个WebService 因为两者都是能够使用这个SOP这个协议 对吧 所以它WebService跟那个 WSAFE进行交互呢 是可以的 那就可以进行交互的 那就所谓的这个接龙性 所以总的讲起来就是 这节课 我们总的内容呢 就是讲了两个概念 一个呢就是我们 面向服务 SOA的概念 以及呢 一个呢是WSAFE 这种技术框架 技术平台的这种概念 那我觉得 真正理解 透彻这两种概念 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它会使我们编程的这个思维 有一种新的一种转变 也就是说提高我们编程的这种什么 境界 可能 如果你学了其他东西 可能会提高我们编程的技术 但你学了理论 那会提高你的编程的境界 提升你的编程思想 可能你的野界 你的架构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当你对技术掌握到一定程度以后 我觉得你应该回过头来 多看看面向对象 这个思想 多看看这种设计模式之类的 这之类的说 之前可能看不懂的地方 可能回过头来看 你可能就觉得 非常有道理 觉得说的 OK 那么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